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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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世界各个地方碳排放温室气体效应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病床 不断地有新的发现的时候 我就更热爱这片土地 我脑海中的新疆就是就像彩虹一样 我们看似很成就的这个老陈 其实它并不成就 它有很多可以让人去去畅扬在里面的这种发自内心这种感受 现在很多女性独立了 她们知道她们想要什么 怎么样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新疆民族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藏 就我个人的话 我估计我这辈子都挖掘不完 这几年看到的最多的是大家的一种观念的变化 我觉得观念的变化是我们新疆变得更有未来 想要看تr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